大國攻略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美華 歡迎您收聽大國攻略 這個星期在香港 出現了國安法實施以來 最大規模的抓捕行動 一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等多人遭到逮捕 還有200名警察大動作搜索蘋果日報 在香港引爆眾怒 香港人買股票支持黎智英 一傳媒的股價兩天飆涨20倍 香港民眾半夜排隊買蘋果日報 使得蘋果日報從一天本來只印7萬份 緊急加印到55萬份全部賣光 香港人民以這種像是公民投票的行動 抗議國安法 我今天的節目要探討為什麼面對威權的時候 是一個辦八卦報紙的報老闆挺身抵抗 黎智英是個有錢人 他這次被凍結的資產有5000萬港幣 他如果想走 他是有能力走的 但是他為什麼不走 不早一點在國安法實施之前 甚至更早的時候 他可以移民 他可以離開香港 那麼今天的節目首先請教和黎智英有過多次接觸的台灣作家蔡詩平 蔡詩平撰文稱黎智英是個媒體硬漢 為什麼這麼說來請問蔡詩平 黎智英在關鍵時刻 黎智英像一個媒體人的這種硬警 我們客家人叫硬警 其實很硬的硬警 第二個就是黎智英走進媒體這件事 不管是在香港還是在台灣 他都被主流媒體瞧不起 都認為他把掛起家 生意人的眼光 這我都不否認 我還加個引號說 主流媒體認為他是一個不入流的媒體 可是就像那個文天祥的正氣歌裡面那句話一樣 食窮節乃健 反而在這個最需要媒體挺身出來的時候 很多媒體都不講話了 甚至包括台灣的很多媒體都因為考慮到大陸 在大陸做生意也好 或者是兩邊的關係也好 都很委婉了 可是反而是他 不但走在第一線 報紙還拼命的支持香港的各種群眾的 走上街頭的運動跟反送中等等 也就是說他個人和他的媒體都在最關鍵 我們說風雨如晦的時候站在第一線 這當然是一個隱憾 第三個我們也知道 他其實為了這個他也付出很大的代價 對不對 他自己的報紙的廣告在香港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台灣幾乎就是要靠讀者在支持了 然後他自己現在被抓了以後 他財產我看到媒體報導說上億者財產也被凍結 這個代價他一定知道的 就是說在之前他就知道這個要付出這個代價 可是他還是一無反顧 對不對 基於這三個理由我認為他當然可以說他是一個硬漢 那你您對他的了解 黎智英為什麼能夠能夠有這麼堅強的信念 我覺得跟他出生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他12歲以前是在大陸嘛 當然你沒有辦法說他認識很深 對那個體制認識很深 我相信這應該很難 可是他的母親被批鬥 這是事實 就是在勞改的說他的媽媽是被批鬥的 所以他親眼看到那個體制是可以批鬥人的 這我相信他是瞭解的 然後他12歲離開那裡 就表示說他自己很有心要去找一個新的可能嘛 到了香港以後他就是從那個黑工開始幹起 一路這樣上來 然後他自己也對外說過 對他來講真正的最大的改變認識是六四天安門事件 他自己在他的書裡面都說了 他真正的經驗是六四天安門事件 是他看到這個威權集權的這個威權的共產體制 大家都希望他能夠慢慢慢慢的跨度到 雖然你不是西方的民主 但至少你要走向一個更開放的路嘛 但是他卻走了回頭路了 黎智英應該是童年的經驗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直接的衝擊 再加上他執行香港 他一定很清楚的感受到了 香港現在所擁有的生活方式的可貴嘛 對 現實的這一面應該是促使黎智英的成長 我其實還蠻好奇的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他是怎麼樣慢慢覺醒出對於民主政治的體認 其實這個過程在我們台灣也不是沒有例子啊 對不對 在台灣過去你說我年輕的時候的偶像 英海光教授 對他叫做英海光 英海光原來是一個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的主筆耶 他當年輕的時候多麼崇拜蔣介石 可是他反而是在台灣那個時候早年的威權統治之下 他慢慢慢慢的覺悟 所以他反而變成一個自由主義的大筆 那造成了後來台大很多的傳統啊 很多都跟他的自由主義的這種教育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認為這一段的心路歷程對於黎智英來講 應該是將來有機會的話可以去挖掘了 對 就是說他對自由民主的這個堅持啊 跟這在這個過程當中他的體會他的覺醒 讓他今天有這麼堅強的反共的信念 那在台灣其實的確媒體同業對於黎智英是有很爭議的看法 他辦的是八卦媒體 大家說他靠著裸體屍體來賺錢各種明星八卦 這我都不否認了 我都不否認 但是現在就是說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 就是說堅定反共跟堅定追求民主自由的 這個時候的選擇到來的時候 他是勇敢的站出來了 對啊對啊沒錯 雖然你看到網路上也很多人酸言酸語了 說他這個不用擔心了 美國人會挺他啦 會什麼的 挺大堆這種 可是我都覺得這都很無聊了 因為本來就沒有人說他是完人啊 是不是 而且現實政治本來就很複雜嘛 那你要怎樣 外國的這些不同的這個力量 願意來支持香港 你不接受嗎 你不希望有這些澳元嗎 就是說這些批評都是看到很局部的東西 然後在那邊局部來做文章 我覺得都不過是掩飾 掩飾他們第一個不敢向中共說不 然後第二個呢 他們是掩飾了他們恐怕心中對於自由民主 堅定的站在自由民主這一條路上 我覺得他們其實心裡面恐怕還是猶豫的 猶豫的 可能會在關鍵時刻因為身家性命的擔心 可能就放棄這個了 我認為正因為這個黎智英的事業做得這麼好 所以他才有理由苟且偷生不講話 對不對 所以我完全覺得說你現在講他的這些東西呢 就因為他是這樣子 你認為他是一個不入流的八卦的 屍體的賺錢的生意人 他才有理由不講話嘛 可是他相反 他反而他現在比那些看起來很像媒體人的媒體人 他更像媒體人了 就是這是一個反諷嘛 我們過去從民國以後的什麼大公報啦 一路講到後來的臺灣的早期的中國時報之前的這個真信新聞 都會說他們這些創暴人都有這種大而無畏的對抗威權體制的這種決心 結果現在反而出現的一個是很不入流的八卦媒體 他反而在反共這個立場上面他站在第一線 所以我的意義就是說他反而變成一個歷史的嘲諷嘛 就是很反諷嘛 那這個反諷才凸顯出了黎智英 我覺得他當然不是完人 可是就一個媒體的創辦者 敢在最艱難的時刻 他不會沉默而站在第一線 單單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認為他就是華人社會的媒體很了不起的典範嘛 雖然他的媒體有資格或內格的缺點 可是我們也不要忘了香港蘋果日報 這幾年來香港蘋果日報是不是就站在第一線 在報導在支持香港的反送中等等 他都站在第一線 所以你也不能夠一筆就抹殺了說 他是個八卦靠屍體靠那個 沒錯他過去是這樣 可是他在關鍵時刻他反而站在第一線 您見過他嘛對不對 聊了幾次 然後我發現這個人真有趣 隨後我就寫了一篇報導 然後那篇文章他好像還蠻喜歡的 然後他就找我 又再單獨找過我 去過幾次他辦公室聊聊天 但是那個時候的認識 也大概就停留在這個人是一個比一般人想像的精明 比一般人想像的其實還有一些深度 因為他小學畢業 可是他中英文的英文中文底子很好 你看他寫的那個《我是黎智英》的書 文筆很好啊 然後他的英文也很好 對他英文很好都自學 對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次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聊一聊他跟我說 大概聊到那裡就要結束了 因為他的英文老師來了 你看看做到那麼大了 還有一個英文老師後面要上兩小時要上課 所以你曉得就說這個人是一個 持續不斷的在自我進修啊 對所以你必須佩服他 就是說他雖然是小學畢業 雖然你對他有很多 而且還有一點 以前我記得我寫過一篇小文章講說 你不要一直罵人家八卦 人家的八卦還真是專業的八卦 對 就是說他一定是要拍的照片有圖為證 他才會揭發一件事情 對 可是以前台灣的媒體 要揭發一些事情的時候 可能就是根據傳聞啊 這樣隱隱惠惠的 對 捕風捉影 打不死別人 對 捕風捉影 打不死別人 自己也沒什麼意思 可是你看蘋果日報 或者是益州刊大人的話 他真的很狠啊 對 他真的就是讓你完全沒話說 對 他都有影片的 有視頻 甚至有錄音 有照片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對他認識也是後來慢慢的 翻到他的八卦 是八卦的非常專業 他的小吃美食的介紹 還真是非常的好吃 我才覺得說這個人有一套 我對他的改觀是這兩年 我就發現到 哇塞 他幹嘛要自己一個人 站在群眾運動的第一線呢 就說他有太多的理由 可以不出場 對 他有一個理由出場 那就是他心中一定是相信 香港的這個現狀 應該是要維持 應該不要被破壞 好的 謝謝蔡師平 在台灣的確有很多人 討厭黎智英 因為他把狗仔 把爆料文化帶到台灣 特別是藝人和政治人物 更是討厭這種八卦媒體 周杰倫甚至寫過一首歌 罵狗仔 台灣有一個導演李慧仁 拍了一部蘋果日報的紀錄片 我們來聽一下這個導演 在紀錄片的預告是怎麼說的 如同武俠小說裡面的邪教 黎智英是最大的魔頭 李慧仁比喻 黎智英是武俠小說裡頭 邪教的魔頭 為什麼這樣說 來請問李慧仁 因為我們看到武俠小說裡面的邪教 跟所謂的六大門派 那邪教當然他們就用很多方式 會迷惑很多人 他的路數跟明門正派都不一樣 事實上 就不是明門正派 不是主流媒體的那種做法 他們走到都是明門 不是明門正派 每天都在做三色星 屍體加裸體這樣子 對 其實很多時候也看到 所謂的明門正派 他就很像是武俠小說裡面的 那個岳父群啊 嗯 怎麼說 當你罵黎智英罵他 罵的要子的時候 可是你的作為 啊對啊 很像是君子健啊 啊可是就是岳父群啊 黎智英是一個真小人啊 可是你們是偽君子啊 嗯 誰是偽君子 那些主流媒體 就是所謂自稱是明門正派的那些人 嗯 你有沒有觀察到黎智英 他在反共的這個信念上 你有什麼觀察 我曾經問黎智英一個問題 嗯 我問他說 反共對你來講 是不是一個商品 嗯 他說不是 他說不是 他說如果反共 我把它當成一個商品的話 我就不可能做很多的冒險啊 嗯 他不會用命去拼啊 嗯 那我自己的觀察是 當年黎智英游泳游到香港去 他其實他對中國還是 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希望中國能夠回到一個他想像中的一個國度啦 嗯 所以某個程度來講 他也希望透過媒體是不是可以改變中國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 李智英大概在台灣跟他很好的那些人 都不是獨派的啊 嗯 大概都是統派的 比如說像是趙少康啊 嗯 那些人啊 嗯 所以我會覺得說他反共的目的其實是為了他希望他心目中的一個中國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嗯 嗯嗯 李智英從來也沒有去想說要港獨啊 對對 他沒有說 對 所以你說他反共 他是不是對中國還是有一點點他出身的地方 這個國家希望他能夠去做一些改變 我相信是的 我相信是的 嗯 那時候我記得在戰中的時候有問他 我問他一個問題說 那你這樣下去你可能會被抓去關 那你準備好了嗎 他說他準備好了啊 哦 我看那時候是2014年嘛 嗯 嗯 那所以你拍了這個紀錄片之後你發現其實台灣人對蘋果是愛恨交集的對不對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說 壹傳媒這個大家都很討厭他的人 嗯 他覺得說你都在做三色星 可是怎麼弄到最後新聞自由卻是一個讓你討厭的人希望他來撐住來捍衛這件事情了 嗯 為什麼會這麼荒謬 在一個不正常的時代 荒謬的時代 正常人他做正常人的事情都會變英雄 嗯 那是什麼樣的時代 你很討厭他的人會變成英雄 嗯 那表示說這個時代是何其的荒謬跟何其的詭異 好的謝謝李慧仁 李智英在取保候選之後說 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是正確的 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是正確的 在他73歲